信用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信用是借用明天的钱来支付今天购买的东西 信用也是对偿还债务的承诺 就长远来说 信用是为您及家人长期创造财富的宝贵工具 有了良好的信用 你也能够比较轻松的购买许多重要的物品 像是贷款买车买房或创业等等 有了良好信用 您可以得到优惠的利率 支付较低的费用 促使您累积有价值的财产 但怎么取得良好的信用呢 你可以跟银行保险机构保持事切往来 妥善管理您的信用卡 面对贷款及其他债务时 按时付账单 负债并非全然都是坏事 当您需要建立良好的信用时 好的债务的确有其好处 经由好的债务 对您的信用可是非常加分的哦 但是信用是需要经营与保持的 可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是最终您会看到 为此付出的努力都是非常值得的 但是在家里的主要建议 我们在国内的币连次 我们下车里的币连次 我们下车里的币连次 我们下车里的币连次